人生到了晚年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 许多人更渴望一种安稳和谐的生活状态 在这个阶段 我们不仅要面对身体的逐渐衰老 还要应对生活环境的变化和家庭关系的复杂 然而 真正的智慧在于如何在这些变化中保持一个文字 这个文体现在多个方面 稳固的经济基础 稳定的心理状态 和睦的家庭关系 以及持续的身体健康 通过文来应对晚年生活的各种挑战 不仅能让我们更加从容 还能为自己和家人 创造一个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环境 接下来 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做到文 并在晚年的岁月中享受真正的宁静与快乐 首先 我们来谈谈经济上的稳定 进入晚年 经济安全是确保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于很多人来说 晚年的经济状况不仅仅决定了生活的舒适程度 还直接影响到心理状态和整体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 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尤为重要 稳存 即要有意识地进行储蓄计划 确保手头有足够的流动资金 以应对日常开销和突发情况 这意味着在年轻时 就应当开始规划和积累 为退休后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个稳健的储蓄计划 不仅能够提供经济上的安全感 还能在不确定的晚年生活中 起到定心丸的作用 储蓄的核心在于持之以恒 哪怕是每个月存入少量资金 经过实践的积累 也能为未来的退休生活 积累一笔不小的储备金 特别是在面对突发情况 如紧急医疗需求或家庭变故时 这些储蓄就显得尤为重要 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份额外的安全保障 此外 稳存策略还包括合理的资产分配和支出规划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地管理自己的财物 避免盲目消费或不必要的支出 每一笔开销都应当仔细衡量 其必要性和长期影响 通过制定预算和记录开销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经济决策 这不仅帮助我们维持日常生活的稳定 也为未来可能的风险做好充分准备 另一方面 稳投是指在投资时采取稳健的策略 选择那些风险较低且相对稳定的投资方式 例如定期存款 国债或保守型理财产品 相较于年轻时追求高收益的投资策略 晚年更应注重资金的安全性和保质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逐渐下降 因此投资决策应当更加保守和稳重 通过稳投策略 我们能够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 还能在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 逐步增加我们的资产 此外 稳投策略的实施 还需要定期审视和调整 金融市场环境时刻在变化 经济形势也可能发生波动 因此 我们需要定期回顾自己的投资组合 并根据市场状况和个人需求 进行适当调整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确保我们的投资 能够在稳定的轨道上运行 同时 分散投资也是稳投的重要原则之一 通过将资金分散到不同的低风险投资产品中 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整体投资风险 避免因单一投资失败而带来的重大损失 总的来说 无论是稳存还是稳投 核心都是为了确保晚年生活的经济安全 通过早期的储蓄和谨慎的投资 我们不仅能够为自己提供经济上的保障 还能为家庭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 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享受退休生活 不再为经济问题而困扰 这种经济上的稳 不仅仅是金钱的积累 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和对未来的预见 正如俗话所说 未雨绸缪 在年轻时就开始做好财务规划 是确保晚年生活安稳无忧的关键 通过稳健的理财策略 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晚年生活 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应对挑战 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更加安全 幸福的晚年生活 接下来 让我们讨论一下 在晚年生活中 保持心理状态稳定的重要性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保持内心的平和 与积极的生活态度 变得尤为关键 一个稳定的心理状态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应对晚年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还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内在的宁静与满足感 稳心的概念在于学会有效地调节情绪 不因生活中的小事 而过度焦虑或陷入失落之中 对老年人来说 情绪的管理和心态的调节 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基础 稳心有助于老年人减少心理压力 这对晚年生活的质量 有着直接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身体机能可能逐渐减弱 生活环境也可能发生变化 这些都可能成为心理压力的来源 过度的担忧和焦虑 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如高血压 失眠 免疫力下降等 因此 学会稳心 保持心态平和 是晚年健康生活的重要保障 通过实践冥想 瑜伽 太极等身心结合的活动 老年人可以有效地放松身心 减轻精神上的负担 这些活动能够帮助我们专注于当下 减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从而增强内心的稳定性 除了这些身心活动 稳心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比如培养爱好和兴趣 阅读 听音乐 绘画 写作 甚至是种花养草 这些活动都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愉悦和放松 当我们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时 会自然地忘却烦恼和不安 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此外 参加社区活动或志愿服务 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内容 让我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这对心理健康的维持非常有益 另一方面 稳情则是指在与他人交往中保持情绪的稳定性 不轻易被他人的言行所影响 晚年的我们需要更加包容和理解 学会用宽容的心态看待人和事 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起伏 也逐渐明白到人际关系中 和谐与包容的重要性 稳情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尤其是在面对他人的无心之过 或生活中的小摩擦时 不要轻易动怒或心胜怨恨 相反 我们应学会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些情况 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情感 稳情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问题 更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心理健康 长期的情绪波动和人际冲突 会导致精神疲劳 甚至引发焦虑和抑郁 因此 保持稳情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这些负面的心理影响 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氛围 通过稳情策略 我们可以有效减少社交中的矛盾和误解 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不仅能带来情感上的支持 还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与人相处时 我们可以通过聆听和沟通来实现吻情 真正的聆听意味着我们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 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情绪 通过耐心的沟通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想法 避免因误解而引发的冲突 这种沟通技巧对于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家庭和朋友关系中 更加显得不可或缺 此外 心理稳定还可以通过建立日常的心态管理机制来维持 每天花一些时间进行自我反省和内心对话 检查自己是否存在不必要的焦虑或负面情绪 如果发现这些情绪的苗头 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 放松训练或转移注意力等方式及时调整 避免情绪的进一步恶化 综上所述 心理的稳定性在晚年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稳心和稳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个关键策略 通过学会调节情绪 保持内心的平和 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保持情绪的稳定 我们可以更好的管理心理压力 建立更加积极和健康的生活态度 无论面对何种情况 保持心理上的稳 都能帮助我们应对晚年生活的各种挑战 创造一个更加平和 幸福的晚年生活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呵护 也是对身边人的一种关爱 心理稳定 保持内心平和 接下来 让我们讨论一下在晚年生活中保持心理状态稳定的重要性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 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积极的生活态度变得尤为关键 一个稳定的心理状态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应对晚年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还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内在的宁静与满足感 稳心的概念在于学会有效地调节情绪 不因生活中的小事 而过度焦虑或陷入失落之中 对老年人来说 情绪的管理和心态的调节 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基础 稳心有助于老年人减少心理压力 这对晚年生活的质量 有着直接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身体机能可能逐渐减弱 生活环境也可能发生变化 这些都可能成为心理压力的来源 过度的担忧和焦虑 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如高血压 失眠 免疫力下降等 因此 学会稳心 保持心态平和 是晚年健康生活的重要保障 通过实践冥想 瑜伽 太极等身心结合的活动 老年人可以有效地放松身心 减轻精神上的负担 这些活动能够帮助我们专注于当下 减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从而增强内心的稳定性 除了这些身心活动 稳心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 比如培养爱好和兴趣 阅读 听音乐 绘画 写作 甚至是种花养草 这些活动都能让我们从内心感到愉悦和放松 当我们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时 会自然地忘却烦恼和不安 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此外 参加社区活动或志愿服务 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内容 让我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这对心理健康的维持非常有益 另一方面 稳情则是指在与他人交往中 保持情绪的稳定性 不轻易被他人的言行所影响 晚年的我们需要更加包容和理解 学会用宽容的心态看待人和事 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经历了人生的种种起伏 也逐渐明白到人际关系中 和谐与包容的重要性 稳情的关键在于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尤其是在面对他人的无心之过 或生活中的小摩擦时 不要轻易动怒或心生怨恨 相反 我们应学会以宽容的态度 对待这些情况 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情感 稳情不仅仅是为了解决 人际关系中的问题 更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心理健康 长期的情绪波动和人际冲突 会导致精神疲劳 甚至引发焦虑和抑郁 因此 保持稳情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这些负面的心理影响 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氛围 通过稳情策略 我们可以有效减少社交中的矛盾和误解 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 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不仅能带来情感上的支持 还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与人相处时 我们可以通过聆听和沟通来实现吻情 真正的聆听意味着我们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 而不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情绪 通过耐心的沟通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想法 避免因误解而引发的冲突 这种沟通技巧 对于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家庭和朋友关系中 更加显得不可或缺 此外 心理稳定还可以通过建立日常的心态管理机制来维持 每天花一些时间 进行自我反省和内心对话 检查自己是否存在不必要的焦虑或负面情绪 如果发现这些情绪的苗头 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 放松训练或转移注意力等方式及时调整 避免情绪的进一步恶化 综上所述 心理的稳定性在晚年生活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稳心和稳情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两个关键策略 通过学会调节情绪 保持内心的平和 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保持情绪的稳定 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心理压力 建立更加积极和健康的生活态度 无论面对何种情况 保持心理上的稳 都能帮助我们应对晚年生活的各种挑战 创造一个更加平和 幸福的晚年生活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呵护 也是对身边人的一种关爱 三 家庭关系稳固 营造和谐环境 稳家 通过良好的沟通和适度的关心 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 老年人应尊重子女的生活方式 少干涉多支持 以稳家策略 确保家庭的安定和幸福 吻合 在面对家庭矛盾时 采取冷静和理性的态度 避免激化冲突 吻合的态度可以帮助家人之间 建立更深的理解和信任 四 身体健康稳定 保持生活活力 稳健 通过规律的锻炼和健康的饮食 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 稳健的生活方式 不仅能延缓衰老 还能预防疾病 为晚年生活提供更好的身体基础 稳康 定期体检 关注身体各项指标的变化 及时应对潜在的健康问题 稳康策略有助于老年人早发现 早治疗 避免小病变大病 五 社交圈稳定 提升生活满意度 文友 保持与老朋友的联系 定期参加社区活动 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交圈 文友不仅能提供情感支持 还能带来丰富的社交生活 提升心理健康 稳乐 通过参与兴趣小组或文化活动 丰富晚年的娱乐生活 稳乐策略 能让老年人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 减少孤独感 六 生活节奏稳定 应对未来挑战 稳步 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采取稳步前进的策略 不急于求成 稳步前行 有助于在复杂的环境中 保持冷静和清醒 做出理性的决策 稳行 在遇到重大决定时 经过充分的考虑和咨询后在行动 稳行策略有助于减少错误决策的风险 确保每一步都走得踏实 晚年的生活 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 虽然不再有年轻时的奔腾与澎湃 但依然有着独特的宁静与美丽 通过稳这个字 我们学会了如何在晚年保持经济的稳固 心理的平和 家庭的和谐 以及身体的健康 稳住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不仅能为自己赢得一份心灵的安宁 也能让身边的亲友感受到和谐与温暖 在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不再追求波澜壮祸 而是寻求一种平稳的幸福 让我们一起坚持稳字当头 用智慧和耐心去迎接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在岁月的静好中 享受从容与满足 愿每一位进入晚年的朋友 都能以稳字为指南 走出一条通向幸福和安宁的生活之路